人们通常会高估一年所能做的事情 而低估了十年所能做的 总听到一句话说 这个世界着急着要听年少有为的故事 但篮球需要沉淀 人生何不如此 十年前勒布朗已经是三届常规在MAP 但他仍旧坚持着近乎变态的身体管理 开始从事阿拉朱旺学习背身中距离 十年后的今天 虽然被年轻人补防雪茂 但39岁的高龄 依旧高效的十六头十重 还能拿下全队最高的正负值 带领球队冲击着下一座奥布兰杯 也冲击着这个世界上前无古人的四万分 十年前玫瑰大商 自此所有人都认为罗斯的时代就此昙花一现 但十年间能做很多事情 他克服了无数伤病 他辗转树枝球队 他甘当绿叶也回光返照 十年后 他成为了NBA厂商为数不多的80后之一 也在平均寿命仅仅三四年的最高舞台 带着满身27处伤痕 争战了15载 让人们期待着文班亚马 霍姆格伦 开闯篮球的新世界 让球迷每晚都等着莫兰特爱德华兹 奉献当日的五家球 别忘了 还有一群老炮 死死地盯着奥布兰碑 他们为之奋战了十几年 准备了十几年